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秒飞食物 我是飞哥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龟试吃 二龟是所有龟类里面肉最多的一种 十天前去买鱼的时候 在旁边有一个人卖二龟的 买的时候有十多斤 因为是朋友介绍 所以买的时候还是比较实惠 今天搞了一只卖来一只 放了好久了 都轻了很多了 今天我们就盘它 因为我们工作室现在厨备还没搞好 就只能临时搭建一下 就是将就着做吧 今天我们用它来做几道菜 我还以为它挨不到今天 这种外来物种 它是很松的 它经常吃同伴吃鱼吃虾 这个很厉害的 这种的话都是选择来做美食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是美食主播 好了 现在开始 先把它翻过来吧 窄沙的过程比较血腥 就不给大家看了 用热水淋烫五分钟 好 那现在就可以轻松剥开了 二龟上面的鳞片还是比较容易剥的 如果有剥不出的 就用刀给它敲一下 就很容易剥出来了 下面这里更加方便了 撕一撕就出来了 这里面这个油要把它剥掉 红色的这个油 腥巢味很重 这个肉这个牛肉一样 切到一斤半斤的出来上 把这个肉切成厚一斤的片拿来炒 放一点盐 糖 米酒 生抽 先用手抓拌均匀 加点生粉 再次抓拌均匀 加点油 分个面 切好皮的姜 把它削剪成正方形 然后切成片 不要太薄哦 稍微厚一点的姜片 然后改刀成姜丝 切好了放入碗里 摄用 小葱切成小段 红椒也切丝 这个是配色用的 这一道姜丝炒灰肉就配好了 硅壳是相当坚硬啊 要用重一点 厚一点的刀 把硅壳砍成大块 放到盆子里面备用 准备用 准备半斤猪瘦肉 要纯瘦了 硅壳瘦肉 冷水下锅焯水 水开了 水开了以后 先把上面的葡萄给它打掉 因为这个葡萄等冷却了之后 它会黏在肉上洗干净 把好葡萄 把肉捞出来 放到清水中 给它清洗干净 这个煮汤呢 要洗干净一点 其实规格上还剩下很多肉了 加入姜片 挡生 红枣 白芙苓 白芙苓多下一点 加水加到八分满 再加一点米酒 盖上锅盖 先把水烧开 盖上锅盖 炖三个小时 接下来我们准备生焖二龟 把二龟砍成大块 二龟的爪子要把它砍掉 以防续筋自生 全部砍好了以后 放到盆子里面备用 现在我们来调一个生焖二龟的六支 碗里面加入盐 糖 胡椒粉 鸡精 生抽 生抽 蚝油 少许老抽 调一下颜色 猪猴酱一勺 把他们充分的搅拌均匀 把他们充分的搅拌均匀 用 干葱把它切成小块 蒜米 蒜米 对半切开 一分为二 这个是刚才的头头尾尾的姜片 先把锅怼热 然后再下油 下油二龟 龟肉下锅了之后 迅速把它摊开 先不要翻动 先给它煎至一面金黄 然后用锅盏 再翻动它 水分炒干了之后 下油葱姜蒜 葱姜蒜也炒出香味了之后 从锅边淋入米酒 倒入调好的料汁 用锅炒 翻炒出香香味 香味激发出来了之后 加入清水 盖上锅盖 小火焖煮40分钟 把锅炸也给它切一切 这个是肺 这个肠子 已经都清洗干净了 给它剁几刀就可以了 全部切好 放入盘中备用 泡椒去掉根部 把它切成菱形块 切好了放入碗中备用 姜切片 小葱切断 锅里面烧油 放入姜丝 放入姜丝 炒香了之后 加入灰肉 锅里面烧油 加入姜丝 加入姜丝 炒香了之后 加入灰肉 加入灰肉 然后翻炒均匀 然后翻炒均匀 最后加入葱段 再次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炒均匀 龟肉很嫩 颜色也是跟牛肉一模一样 鱼肺先下锅 炒至龟肺干香并且熟透了之后 下入龟肠 下锅 微微变色了之后下入泡椒 翻炒均匀 油味加入一点盐 生抽 少许的蚝油 胡椒粉来一点 再加点鸡精就可以了 大火翻炒均匀 最后冲段下锅 加一点红油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这个龟肉已经焖了四十分钟了 加入蒜苗 下一次翻炒均匀 好了生门二龟就制作完成了 满满的焦汁感 南东包们要多吃哦 汤水炖了三个小时之后 加盐调味就可以了 好了 本期视频呢 咱们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美食 记得帮忙点赞收藏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